当历史的卷轴栩栩揭开 少不了三皇五帝神圣事 被称为宗的有很多 被称为祖的也不止一个 但是被称为史皇帝的只有一个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皇帝 秦史皇注定是矛盾的 他的丰功伟绩冠绝群雄 秦王扫六河 虎视河雄哉 挥剑绝浮云 诸侯尽兮来 即使太白狂傲一声 也不免赞叹秦史皇的奉注龙翔 乃使蒙田北驻长城而守番礼 却匈奴七百余礼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誓不敢弯弓而抱怨 这是西汉红文过旗论中 假意对秦史皇北极匈奴的描述 粉书康儒言行郡法 征兵诏义大兴土木 这是后世对秦史皇的负面评价 让我们一起回到战国 回到那个荡气回肠的乱世 东周后期天子大权旁落 诸侯割据踏伐不断 经过上百年的战争 此时还剩下齐楚燕含赵魏秦七国 秦史皇嬴政的父亲义人 就是生于此时 义人本是安国军之后 但是安国军的孩子太多了 于是义人就被安国军送到了赵国 去当人质 加上此时秦赵大交兵 赵国打不过秦国 只好把气撒在义人身上 缺衣少凉的义人 成了一只野生富二代 一天他正闷闷不乐 在街上溜弯 谁知被一个痴汉盯上了 这个痴汉见义人长得一脸鹰气 啪唧啪唧嘴对旁边的小贩说道 看到那个人了吗 其货可举呀 这个痴汉就是吕不韦 不知道他是怎么看中义人的 但是历史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吕不韦的疏通下 于是用重金见到安国军的宠妃化阳夫人 义人任其为母改名子楚 子楚见到的吕不韦的机械召集 临姓之后生下了秦始皇 嬴姓赵氏明正 昭襄王五十六年 秦昭王去世 太子安国军继位为王 视为秦孝文王 立化阳夫人为王后 化阳夫人沉积劝秦王立义人为太子 到了这个时候 嬴政才得以回到秦国 上位后的义人封化阳夫人为太后 嬴政的生母下级被尊为下太后 而最高兴的当属吕不韦 孝文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 三年后一人就撒手归西了 年仅十三岁的嬴政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但是他的肩膀还是太过稚嫩了 真正的掌权者是吕不韦 吕不韦不仅把持朝政 还和自己的母亲重燃救火 这让嬴政十分痛苦 嬴政的童年并不美好 每天都要担惊受怕 东躲西藏 好在母亲下室温柔体贴 是小嬴政唯一的避风港 但是一人死后 下室没了约束 变得放荡起来 吕不韦便把自己的门客烙矮 假施抚刑 只拔掉胡须眉毛 就献给太后供给尹勒 下后也是来者不拒 整日和烙矮寻欢作乐 还给嬴政生了两个兄弟 吕不韦给自己找来的野爹 母亲的放荡 都让他伤透了心 但他只能隐忍不发 默默积蓄力量 烙矮不仅是个男宠 也是一个阴谋家 他知道嬴政亲政 肯定放不下他 于是在朝内 他开始网络党羽 结党营私 以求日后与嬴政一战 在嬴政的加官大典上 他们的决斗到来了 烙矮动用秦王玉玺 及太后玺发动叛乱 公相加官的齐年宫 秦王政早已在齐年宫 布置好了三千精兵 打了叛军一个措手不及 烙矮转攻咸阳宫 不承想那里也早有军队 最后只剩下烙矮一人落荒而逃 没过多久便被逮捕 每一次政治斗争 都是你死我活 于是秦王将烙矮车炼 报失示众 要把母亲赵姬 关进雍城的抚养宫 有大臣求情统统处死 摔死烙矮与太后所生的两个私生子 最后将吕不韦发配到属地 他告诉吕不韦 要么你自己体面 要么我帮你体面 吕不韦深知赢政的可怕 他一生只赌队过一次 这次让他赢得盆满钵满 他一生也只赌输过一次 这次让他死得粉身碎过 吕不韦最终引赌酒而亡 此时的赢政终于获得大权 秦国朝野上下再无羁绊 他要成就一番事业 一番足以比肩三皇五帝的事业 一番让千秋万代铭记的事业 他想吞二周而亡诸侯 屡至尊而至六合 可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往往很骨感 他的第一步就走错了 他听信了贵族的建议下了逐客令 本来秦国在商阳变法后 任用多国人才 下了逐客书逐出六国时刻 好在被李斯的建逐客书所劝阻 其后他还是重用了魏辽李斯等人 这才没有动摇秦国的人才根基 为日后秦王扫六合奠定了人才基础 而在硬实力方面 秦国已吞并了巴 鼠 汉中 控制了这些粮食产地 就有了丰富的粮食供给 在商阳的军功绝制度后 秦国的人民在战场上骁勇无比 拉练出一只虎狼之士 此时的秦始皇需要一个契机 只要一个契机 他就能书写历史 始皇帝十一年赵燕两国发生战争 秀决敏感的嬴政派出王俭和燕国夹击赵国 又借机吞并了韩国 秦国和赵国这场战争旷日持久 打得昏天黑地 打到后期只要是成年的男子都要上前线 甚至许多未成年的少年也要去前线赴死 女人承担了后勤补给工作 虽然战况惨烈 但是嬴政知道 一旦进入消耗战 那么自己凭借巴蜀源源不断的粮食供给 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赵王也是知道这一情况的 只好换下主张坚持的连坡 换上赵阔以求决战 谁知赵阔理论满分 实战复分 被秦军各种碾压 最终留下纸上谈兵的千古笑柄 燕国国力和秦国无法相提并论 面对强大的秦军 只能剑走偏锋 他们派出荆轲和秦武阳刺杀秦王 可是营竹之火怎么与日月争回 在秦王绕住反杀后 荆轲倒下了 一同倒下的还有燕国的希望 秦始皇派王奔攻燕的辽东 鲁燕王喜灭亡燕国 而最后的齐国虽然有七十余座城池 但是在政治和军事上磊弱不堪 最终倒在了秦军的铁蹄下 至此 一个叫嬴政的男人 仅用十年便扫平乱世 一统天下 当灭烟的消息传到嬴政耳中时 他是否有过一丝感慨 他成为了历史的选择 成为了历史的主角 他是否反复踱步 彻夜难眠 翻看着史书 从来没有人取得过这样的功绩 所以三皇五帝的称号 都无法彰显他的功绩 那叫什么好呢 那就将两头衔合一 称为皇帝 他七代子孙万代 无穷无尽 而自己就成了始皇帝 到这儿 秦始皇诞生了 他辉煌的前半生 也就到了尽头 如何治理好 这个从未出现的庞大帝国 迎接他的将是更大的挑战 这儿吧 个人